接著到1、2年的第7題 今天我們有一個平衡錄面體 它會有OA、OB、OC三支的Vector 部分A來講,叫我們找一個底 平衡視邊形OA、D、B的面積是什麼 這個來講,我們都知道它應該不難 你用一條公式就可以 我們會寫一個required area 應該會有這個modelous of OA、OB 所以你可以寫下這個I、J、K 你記得給它一個required 接著會是6、2、-1、2、1、0 所以我們會知道應該是2、-1、1、0 然後去除了幾個I 然後再減幾個I 記得這裡是減幾個I 然後會減幾個I 最後就加幾個I 等於你就可以出現一個I 然後再加幾個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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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後就是加幾個I 最後再加幾個I 所以是1的2次加2的2次,再加2的2次 這樣就算是3 然後是部分B,部分B叫我們找回由C這一點 去到我們這個平面OADB的距離是什麼 我們會知道C的距離是垂直距離 所以我們會知道如果你用OADB做底 然後你會用由C去到它的頭影 它是一個底乘高的概念 所以底乘高就等於我們這個平衡六面體 是PiPad的體積 所以B來說,我們會知道是我們剛剛計算的 我們可以調整一下距離 B,例如B是我們D這樣多個部份 我們會知道剛剛計算的面積就是3 再乘回現在這個垂直距離 是會等於這個體積的平衡六面體 所以我們會知道會等於OAXOB 然後再加上這個OC 所以我們可以寫下 慢慢來的話,我們會有OAXOB 然後再加上這個OC 所以OA來說 OA是62-1 OB是210 210 然後這個OA是5-12 5-12 5-12 這樣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可以去到 用這個計算 OK 用這個計算去幫我們處理 測試一下 這個計算是甚麼 對啦 那我們就會去到那條計算 6-2-1 2-1 0 5-1-2 OK 出來答案呢 會計算是11 所以你要知道D 就會是11 over 3 就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2012年的第七題啦